美国总统拜登29号前往纽约参与禁学募款活动 一扫大学辩论表现不佳阴霾 民主党人心惶惶 共和党见缝插针 呼吁换败 事不宜迟 美国共和党结议员罗伊言下之意 就是建议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原以宪法第25修正案 该法案允许副总统和内阁成员 能够以无法履行职务为由 将总统免职 就连昔日老板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也用糟糕这个字 形容拜登辩论上的尴尬表现 但他仍挺拜登 并强调辩论并无改变 川败两人本职 要选民在11月自己做出决定 民主党虽然罕见在辩论会后 立刻召开临时会 但仍为松口换败 被外界认为谎话连篇的川普 则是不认为拜登会被取代 很酸民主党手上 只剩下一堆烂牌 更让川普意气风发的是 美国最高法院28号 以6比3票数 决议提高妨碍官方程序的指控 这代表川普教唆国会动问的案件 很有可能就此被撤销 共和党敲鞭鼓呼吁民主党援引宪法 罢免拜登撼动内部团结 让换败风声盛嚣沉上 再次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